这件事情我跟你讲 真的很剧情超展开 情刚不见了 情刚不见三个多礼拜了 然后呢大家就说 情刚 情刚 情刚你在哪儿 后来结果发现 就有人传出来啦 情刚应该是有婚外情 而且并且还生下了一个小孩子 然后呢跟他这个 传出婚外情的 这个凤凰卫视女主播 傅小甜 是 是个女间谍 我天哪 这个剧情怎么会这么的好看 情刚不见了 什么时候不见的呢 六月底就不见了 那六月底不见的时候呢 一开始他们的说法是说 他得了COVID-19了 所以现在呢健康有问题 想不到呢现在子包不住火 现在这个问题越来越大 发生什么事呢 因为第一个 凤凰卫视的女主播 这个叫傅小甜 她跟情刚之间两个人 相差18岁 情刚的年纪大她大很多 但这个傅小甜去年 去美国专访完情刚之后 也人间消失 最近呢整个中国大陆都在疯 为什么呢 傅小甜抱了一个小孩 然后抱了这个小孩就说 爸爸现在为国出征去了 明天是爸爸的生日 然后呢我们现在帮他送上祝福 那天是3月18号 情刚的生日是3月19号 所以一来一回大家说 呵呵怎么会这么刚好 但现在傅小甜 人在美国的豪宅 先说他在美国居然有豪宅哦 但现在呢据传有几件事情 第一个 到底傅小甜 他是不是所谓的一个间谍呢 现在越看有可能是耶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现在有很多的一个内斗 而傅小甜想不到过去 还有一些跟整个吉他党派当中 一些高干 还有一些情愫 还有一些历史在哦 但现在呢最大的一个麻烦是 后来布林肯不是到整个印尼 去开东协外长会议吗 本来的菜单上面是秦刚要去的 然后看一看来 哎怎么是王毅 然后就问说 哎那你们家秦刚去哪里了 秦刚去哪里了 现在全世界都在找 但现在呢最夸张的是汪文斌 为什么呢 7月14号外媒媒体直接问了 一个泱泱大国外交部长不见了 那汪文斌他 大家问汪文斌说 到底秦刚在哪边 然后汪文斌在那边找资料 喝水 然后翻翻翻 翻了之后呢拖了16秒哦 后面说好吧 那就问下一个问题 所以很简单 所以很简单 秦刚是真的不见了 然后我要插播一下 因为呢现在网路上面呢 也揪出来傅小田她的IG 然后呢就找到她的照片 她在一年之前的时候 然后一样从美国西岸 飞到东岸 然后当时她留下来的那个字句啊 跟对照一年之后 再从西岸飞到东岸 被逮到证实对 一年前她就真的跟秦刚 应该有会面 并且经过了一年后 多了一个小孩子 然后又飞到东岸 去跟秦刚见面 天哪我觉得实在是 我觉得网友真的很厉害 他在肉搜啊 找资料这件事情啊 什么秘密都藏不住 现在中国就是最麻烦的 是说这一波呢 包括了所谓的兵变 包括了叛变 甚至于连整个所谓的一个官变 这个都有 但我们来看哦 中国现在外交部的一个网站上面呢 最重要的是秦刚他是部长哎 各位从缺 突然间这边漏了一个洞 没人了 各位还知道吗 这个叫华春莹嘛 这个很多都是他们的技术官员嘛 这个已经不见了哦 然后呢现在连布林肯哦 他们都说 到底秦刚跑到哪边去了 但现在呢这几个礼拜哦 先说哦 这个可能连八点档都写不出这种剧情来哦 中国火箭军的一个副司令 这个叫吴国华 官方的说法是脑溢血去世对不对 但是整个中国全部都在封 当然我们台湾也是抓中国的资料 据传啊好多人看到他 我们现在这个是网路的哦 掉在他们家门口 哎呀为什么 直接掉在他们家门口 哎呀 这个是中国的说法哦 所以到底是脑溢血还是说 自己是自杀还是被自杀 这个不晓得 因为最近中国火箭军就在瓦格纳叛变完之后 火箭军的消息是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 传不完 那各位你去想哦 今天我一颗飞弹可以打1000公里 对不对 我这颗飞弹往上打 打中南海搞不好也打得到啊 然后现在呢 共军的天才科学家 这个叫彭杨赫 更夸张 对 我们昨天有讲这一点 7月1号早上2点多 他是一个这么重要的人 你怎么没有派车队给他呢 他开一台小车 不是他才 他还叫滴滴打车 对 然后后面呢 后面是一台水泥车 听好我怎么听都觉得 这个像是暗杀你知道吗 凌晨2点多 然后一台水泥车 从后面撞过来之后 先撞到他 然后呢各位听好哦 凌晨2点多 这个时候有公车在跑 然后那台公车 就跟水泥车 一起把这台车夹击 死在当场 死在当场 这么多件 你真的很难让人相信 所以现在到底 中国的政治是发生什么事 这个很多人都在看不懂 中国的整个经济 现在是 我们看那个数字会担心 你知道吗 先来谈几个数字 中国现在的青年失业率 从18 19 20.5 最新的一个数字 已经来到21.3了 就是没有最差 只有更差 而且现在还在 沿路的网上喷当中 那各位你去想哦 现在是7 这个是6月的数字 对不对 7月大学生是不是出来了 会更高 所以时期 这个数字现在怎么压嘛 所以第一个 青年的整个失业数字 现在就压就压不住啊 但现在呢 很多人就说 青年数字是他们 找不到工作而已啊 时期我跟你说 现在香港人 过去香港人 很多人就想说 中国好棒棒 所以我钱就存在 整个中国本地当中 结果现在呢 回去要把钱领出来 要过五关斩六将 发生什么事呢 第一个 为什么 那个钱是你的哦 那个钱是你的哦 对 我领不出来 可以领 可以领 你要先预约 预约完之后去排队 我的钱还要预约啊 没有没有 你要先预约哦 不预约不能进去哦 你要先预约 预约完之后要排队 排四个小时 排四个小时之后呢 轮到你的保安说 谁王思琪 好你请进来 你再把钱领走 他们就是要折磨你 搞五六个小时 才可以把钱领走 因为会嫌麻烦 算了算了算了 我不要领这样 重点是在于很简单 通常在国际上 会做这种事情的 就是现金准备不够的 才会发生这种事 然后现在呢 中国的官方很少见哦 我们第一次看到 中国的国统局 跟中国的官方自己说 撑不住了 目前包括新房 包括二手价格 全部都跌 而且这次呢 跌的地方是 中国最兴旺的地方 广州跟深圳哦 所以现在呢 对于整个中国 好多人都说 中国好棒棒 还要盖金架大桥 还要干嘛干嘛的 各位你去想 现在中国的人口 进入所谓的 副成长的一个时代 失业 沿路都还在高档当中 GDP又不如预期 更夸张的是 这个国家夸张到 第一个外交部长会不见 火箭军 包括了整个主席 包括了整个副首长 有些人被抓走 有些人说 他只能脑溢血 什么事都会发生 这么夸张的一个政体 还有人跟他要握握手 这个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啊 我怀疑你在偷臭柯文哲 但是我没有证据 是这样吧 如果有人能夸证